大家好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是 我们是 你看就是第一次组合 就是有问题的 要不解散吧 走吧 咱们就从来 大家好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们是 日炮兄弟 我们这个组合啊 是专门为了今天的专场 临时成立的 仅限今天 所以我们叫日炮兄弟 而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是好姐妹了 谁跟你好姐妹啊 咱俩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跟大家科普一些 反诈的知识 揭露一些常见的骗局 启迪 你鞋套开了 我妈妈在哪 这都是常见的骗局啊 经常发生在朋友之间 你这都是恶作剧吧 也不是骗局啊 你就说常见不常见吧 光常见有什么用啊 你得跟大家说点有用的啊 比如说现在有这种 一类真实的骗局 叫茶叶女骗局 茶叶女骗局子 她骗局子干嘛呀 她补充维生素C啊 你对身体很好的吗 你关心骗子身体干嘛呀 茶叶女骗局啊 是一种真实的骗局 一般呢是骗子会 假扮成一个年轻的女孩 来骗我买她爷爷种的这个茶叶 这样咱俩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很简单的 第一部骗子都会来加我的微信 加你的微信是吧 加我的微信 对 你好 我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的微信啊 你说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去电线杆上找微信 你干怎么样嘛 编一个正常的理由啊 你比如相亲什么的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王阿姨在电线杆上 看到了你微信 王阿姨跟你是病友啊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王阿姨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 你修电线的样子好帅呀 我不会修电线呀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我是李阿姨 我不想跟大姨相亲 正常聊天就可以了 我来我来 美女 你今年多大了呀 今年是人家的本命年呢 你才24啊 人家72了 你这还是李阿姨啊 你得是个年轻女孩 咱俩得暧昧起来 暧昧起来 小哥哥 人家现在还是单身呢 请问你单身吗 哎呀 这个人家现在也是单身呢 我去 你也单身了 咱们公司是不太 这不太 哎 啥什么事啊 不是本来不是挺好 我在学什么玩儿啊 我在 咱俩在演戏 你不要随便打破这个第四组墙 好不好 咱俩在演戏 你是一个骗子 我是骗子 骗子这会呢 一般也会发一些照片 发一些照片来诱惑我的 小哥哥你仔细看哦 人家是第六节腰间盘突出呢 诶 个子弄片啊 傻瓜是何词共振了 谁问你了呀 小哥哥你看 这是人家在冬奥会的闭幕室上 扮演的冰敦敦呀 这也看不见脸了呀 你就说像不像吧 像有什么用啊 你为了骗我 你至少找一个那种大美人的照片啊 美人 小哥哥你看 这是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铜马桶的照片啊 这也不美吧 庞老师 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就你这么说 虽然很难反驳 但是也骗不到任何人吧 真的吗 真的不要眼冰敦敦了呀 继续骗我骗我 小哥哥 人家最近心里非常的难过 大家注意啊 这是骗子一般为了博取同情 要开始卖惨了 我爷爷总是一个人自己在老家很孤单 我想到此处心里很难过 我所以就要去马尔代夫散散心 你去什么马尔代夫啊 你心难过吗 你应该回老家陪爷爷呀 回老家陪爷爷 你应该在老家 在老家 对 这时候骗子会一般发一些视频 假的视频 假装证明自己在老家 出门是吧 对 小哥哥 小哥哥 你看人家今天出门了 你这是在哪啊 我这不站你旁边的吗 你应该在老家呀 回老家看爷爷在茶山上 茶山 茶山 小哥 小哥你看 这后面就是我们家的茶山 下面就是登山的人 这边就是珠峰的大本营 喜马拉雅山呀 那么冷的地方能种什么茶叶呀 红茶嘛 冰红茶 冰红茶 好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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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歹去一个正经的茶山呀 你就这么说 你说小哥哥你看 你看我爷爷在武夷山 小哥哥小哥哥 你看我爷爷在夷山 你爷爷给我这么厉害吗 子子孙孙无情愧 爷爷说了 只要一带一带一样去 总能成功的 你为什么突然给他们上课啊 爷爷的精神感动了上苍 爷爷现在等来了三胎政策 你不要再随便窜开古代预言了 现在这个骗局已经完全乱了 这个骗局本来应该是 你假扮一个年轻的可怜的姑娘 然后你爷爷种茶叶很辛苦 这样才能博取到我的同情 茶叶女骗局归根结底 其实是一个情感骗局啊 你早说是情感骗局啊 就是我是一个女孩 我爷爷是种茶叶的 我爷爷最近爱上一个绿茶 不是 你这全都乱了 你这说的都什么东西 咱俩这样 还给大家科普骗局呢 你自己都没弄明白 我前面说了那么多信息 你多少吸收一点啊 你说的那些信息 哪有书画侮辱糖牛奶好吸收啊 那倒是 书画侮辱糖牛奶 怎么这么好吸收 说到什么了 说到你爷爷种茶叶很辛苦 我爷爷种茶叶这么辛苦 那你就买点茶叶支持一下吧 大家注意啊 这是骗局的最后一步了 一般到了这一步 如果咱们真的打了钱给骗子 咱们就上当了 骗子就会找理由消失了 转账五千元 到账五千元 飞碟 你鞋带开了 你妈不在那边 那我去这边 你回来没让你这样消失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梦想破坏家周杰 我来破坏大家的梦想了 大家好 我叫周杰 我来自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是一名反诈警察 其实我不是要坏大家的好事 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教大家认清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中 中奖是假的 高回报理财是假的 帅哥是真的 但也不是你的 其实大家对我们有很多误解 都觉得反诈警察 就是一帮在 马路上面推广APP的 马路上很多人看到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 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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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走掉了 前两天 我和广志 只剩在马路上做宣传 他们就 他们就第一次体会到 反诈的困难 但是我带上他们是有用意的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你们手机里整天聊的帅哥 可能就是长这样 这就是现实 这比你说话都难用 先说下杀猪盘 为什么容易陷入杀猪盘 这帮骗子的服务 实在是太好了 二十四小时消息秒回 孤单有人陪 难受有人哄 你以为她是 二十四小时围着你转 人家是接受过 职业培训的 专业谈恋爱 三个人三班倒 三成八陪着你玩 上次我说到这边 下面还有个小姑娘 就像这样 傻呵呵地说 哎呀 这钱花得真值 当下我们就觉得 这就属于高危人群 必须重点关注 说为工作 我们的工作很复杂 要宣传 要帮群众拦截诈骗电话 如果没拦住要劝阻 最后还要打击犯罪 我上班第一天 就是拨打劝阻电话 就是有诈骗分子 给我们市民打电话了 我们系统发现了之后 就会派民警打电话 确认并劝阻 整个过程就像抢喝库一样 骗子种草 我们拔草 客户呢 枪头草 两边说得都挺好 难搞 诈骗电话 有很多一开始 这种口音都是不标准的 就带口音的 普通话都是不标准的 像什么 你儿子现在在我们手上哦 就类似于这种 所以说 我们打电话的民警 普通话非常的好 但是会碰到一种特殊情况 那就是 电话对端 是一个上海老阿姨 她上来先验证一下你的身份 上海我的港娃 上海话都讲不来 肯定不是上海警察呀 那我们很多民警 都不是上海人 只能用很别角的上海话 回应 阿拉 阿拉新上海人 刚开始 我们都是用固定电话 结果呢 骗子通过恶意反馈 反而把我们的电话 设置成了诈骗电话 后来我们就 统一用了96110 这个我在这边 重点宣传一下 这是我们全国 反电线网络诈骗 专用的电话 不然又要有人以为了 96110是模仿110的 不过现在很多上海老阿姨 都知道了 96110 领了领了领了 除了打电话 我还出警办案 在打击诈骗犯罪团伙的 过程中我发现 就算是同一个团伙内部 也会有分歧 一部分只骗外国人 觉得自己很爱国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另外一部分 专门骗中国人 他们觉得 与其被外国人骗 不如我们自己人来骗 两拨人之间 还相互PK 竞争内卷 然后就会产生矛盾 所以说 从我们内心来讲 是鼓励骗子 相互举报的 言不点 实名举报敢不敢 做好事是可以留名的 上节目宣传 我既开心又忐忑 很多故事不能详细说 说得不细 观众不信 说得太细 诈骗分子都知道了 他们也上网研究 最关注我们的 不是脱口袖观众 而是这帮诈骗分子 一边发弹幕说 这警察说得太假了 不好笑 一边私下里聊天 这警察太好笑了 什么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成龙大哥也来了 成龙大哥之前拍过一个 警察故事系列的电影 当年很多人 包括我身边的同事 也是看了这个电影 想当警察 那我也类似 我是看了一部 我是谁 当年成龙大哥在那边很帅 我就萌生了 想当警察的念头 今天 见到成龙大哥 我内心非常激动 有句话一直想问您 大哥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了吗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反诈呢 是个任重道远的事 最后我再说 三个反诈小指使 一 不要轻信 陌生来电和网址 二 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 第三 不要随意将个人的信息 透露给他人 第四 不要相信只有三个反诈小知识 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要留个心眼 提高警惕 不要被骗 没有诈骗 就没有我们后面的事情 哪怕反诈警察 早点失业都行 谢谢大家 我是反诈警察 周杰 各位 两个 感谢 documented